呃我要一个蒙饭 哎呀乖了 一转就你公开我们的东西啊 我现在喝醋了拜拜们走 别人骗 哎哎我说你怎么回事 不好意思啊没拿吻 你自己用纸擦擦吧 你什么态度啊啊 我不是道过歉了吗 你还要我怎么样你哎张总 实在不好意思他不是故意的 我看他就是故意 看来这个项目没有谈下去的必要 哎张总 哼一个破项目我还不稀罕呢 你看什么看我又没错哎 算了东东 人家可是股东的女儿 我们得罪不起 下班了 今天我生日我订了米其林餐厅 请你们吃饭 啊我从国外订的红酒 还有刺身都已经到街场了 小脸你打车去去一下 那个我缺了客户 他合作不好放客户鸽子 我这个项目明天就要 我要加班了 行不去是你们的损失 请客的事但我没说过 大家加班辛苦了 我给大家点了外卖 小脸你要去酒局 喝多了胃不舒服 吃点东西店店 谢谢东东 谢谢东东 夏东东 你凭什么跟我抢风头 哼 怎么了宝贝女儿 谁有道理啊 就是那个新来的夏东东 他和其他人一起孤立我 什么 必然敢欺负我的宝贝女儿 让夏东东进来一下 潘总您找我啊 你实习期没过可以走了 为什么 我的业绩已经达到了转正的标准了 还有那么多为什么 让你走就走 为什么你知道 公司为什么不让一个优秀的员工转正 你怎么来了 这个夏东东 在公司里搞小团体 针对欺负同事 他的那些业绩啊 肯定都是从别人拉着想来的 怎么和我知道的不太一样 牧总 有个常在公司 公司里面一事啊 你哪里清楚啊 我自己的女朋友我不清楚 夏东东是你女朋友 明明是他仗子 所以是关系货 对同事各种事 激起群众不管 现在还要利用关系 把该转正的员工 这 我的公司不需要 你女朋友不也是关系货 东东入职之后的业绩 还是主管和对他的评价 都非常好 能出入这栋楼的人 没有一个 要不就是靠 要不就是靠 大家都各自 开始 什么呢 牧总 我女儿心里心里心不能吃了心 当然 如果你在这种大事大非的事情 当中留不起来 我不介意开准备 我让你找招待牧总的地方 你让我们按摩店 哎呀 还是年轻人会选 这地方我喜欢 最近 被公司和我那不争气的儿子 弄得睡不着觉 今天正好放松放松 哦 那个木子 我和主管专门给你选的 一棉格子枕 特别好用 东东你在哪 你男朋友吃鬼了 赶紧过来 什么 一直把我马上过去 哎 小姑娘一个人去不安全 我叫上我儿子跟你一块去 啊 小东东 你怎么在这 你不打算 和我解释一下吗 下来下来 哎呀 你赶紧下来 别看 就那男的 就是个渣男人 行了 小东东 能不能成熟一点 我已经在朋友圈跟你官宣分手了 你别让他扯扯的 你的意思就是 朋友圈都比我先知道 我被分手了 东东啊 我和天翰都已经在一起了 你就别纠缠他了 天翰这么优秀 我知道你舍不得他 这样吧 明天同学聚会 你也一起来 我让大家好好给你介绍这个对象 哦 同学会好 到时候我向大家看看 咱们东东换了个多么优秀的男朋友 行啊 那就让大家看看 到底有多优秀 你放心 明天这小子跟你一块去 一定给你把场子撑起来 爸 最近公司事特别多 我压力特别的 好几天没睡过头觉 你胡闹能不能别带着我 没关系 你试试这口 这几口 这个一面格子诊 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人 就一个枕头啊 这个不是一般的枕头 它的网格结构 是有示范通信压力的专利技术 能快速帮你进入深度睡眠 睡起来更放松哦 还挺舒服 你今天晚上就用这个试试 好 礼物也收了 大洋班人家了 好 你今天的状态 真的比绝对好很多呀 你做的什么很好用 走吧 哟 你们还真来了 不是你要请我们来的吗 也是 这毕竟是牧师的五星级饭店 就算再丢点 也得来蹭点吃了 你不说吧 没人把你当养吧 难道我说错了吗 你不是来蹭饭 还能买单啊 这个单我可以买 你能跟夏东东在一起 你条件能好到哪去啊 你知道这儿的饭钱多贵吗 还买单 你是准备去厨房刷几年盘是呀 你别管我怎么结账 但是这个聚会是你组组 不能我一个人吃 行啊 今天这桌菜钱 我 九千 你给 好了 您好 你们一共消费三十七万八 这是你们的小票 三十七万八 菜钱九千多少 这瓶酒三十万 所有菜钱是七万八 一共是三十七万八 那个 九千他给 菜钱 我能分析吗 九千借我私人账 好的木总 木总 我的酒店不允许收拾 如果他们给不起 就留下来刷 好的木总 走了 谢谢你啊 木董经常让你做这种事吗 没有人能让我做我不想做的事情 我爸也不能 我想追你 可以吗 哦 我突然想起来 木总还让我再帮他买了 跟你面隔着这边 我先走了 我陪你啊 一个人的孩子真的太难了 再也没有谈恋爱的打算了 你姐太曾了 对啊 我姐就是没有遇到好的人 我以后要嫁人 就嫁给木总那样的 长得帅 能力强 还有责任感 我有一个朋友 他喜欢一个女孩 但这个女孩是个担心妈妈 但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女孩他不想谈恋爱 你说我该 啊 啊 你说我这个朋友哈哈哈 他该怎么办 啊 哈哈 哎你也不知道 助理 律师兄 律师啊下班下班 李主管这下班了 我还要回去见孩子呢 有事明天说啊 我还在这加班没走呢 你要走啊 我这工作都做完了 还溜出这干嘛呀 陪你摸鱼啊 算了 大家都在这加班 就你非要搞特殊 你你主管 莫总 我们正准备加班呢 就这个夏东东准备下班 工作都完成了 不下班留下干嘛 都给我下班 你再这样 大家跟你一起下班 那比时间 装样子的行业 又是浪费公司资源 不要让我再看 夏东东 我迟早让你走公司 啊终于做完了 哎我这次完了主管 这个啊我不用了 我找熬夜写出来的 你又说不用了 你这个项目需要三个方案 下周要下周 三个 你是不是没睡醒啊 怎么家里有孩子 工作做不了 啊能做做不能做 回家带孩子去啊我做 终于做完了 啊东东你脸色好差呀 我看看 完了 我皮肤穿得这么差 完了好几个童小 脸上肯定要长很多痘 这怎么见客户啊 大军搞不好辛苦了 我给他准备了这个熬夜神器 大水滴驱透精华 都拿回去试试 效果好 我再给大家买点他们家的其他产品 谢谢木总 张经理这是我准备的几个方案 这就是女公司给我的方案了 什么东西啊 不是 夏东东你怎么回事 我明明都准备好了的 张经理 我来跟你说一下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好 期待和木总的合作 感谢感谢 夏东东你就应该回家带孩子 不应该出来妇害别人 今天要不是木总 这个项目就被你搅黄了 我看搅黄项目的人应该是你什么 这个资料是在你桌上发现的 怎么在你桌上 不用我再送你桌上包了 你这个方案做的不错 以后主管的位置就差给你 木总 他就是个单亲妈妈 你为什么当主管 因为他认真努力下一个 单亲妈妈 单亲妈妈也能在事业里闯出成绩 不好意思 李主管 你可能是误会了 那个孩子是我姐姐的 还是单身呢